圣主 致之事 韩月新庭 吩咐下去 家派人马日夜巡逻 属下遵命 圣主 可是那力尘兰到了锦州城 目前还没有得到消息 只不过这一整日 我都心神不宁 还是早做准备 有备无患 苍灵 只要见到秦芷燕 就把他捉来见我 是 至之事 麻烦你 将凤山的人马尽快调来 以备不时之需 是 刘备 随我去查看御魔阵 是 我想 他快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邀请您一起招摇 翻看了好些书籍 接受爹左连功法 不会令其昏迷闭关如此之久 到底是何原因 圣主 情况就是这样 那有重新联系过吗 圣主 那位脾气大着呢 说是不想与我等再有任何联系 派去的两个人一个杀了 另一个被放了回来 姑姑与迟职是有何谋划 为何之前从未听两人提起过 圣主 若要用那秦齿烟来建新门 只需在江湖放出秦渝在我建新门的消息即可 何须如此大费周成 要联系那元杰 若是江湖皆知 秦渝在我建新门 到时候秦纸烟没来 秦千贤来了 你要怎么应对 既然要用秦纸烟来 这消息只要秦纸烟一个知道便可 而如今万路门戒备森严 厉晨兰将我派去的探子拔除殆尽 守护在秦纸烟身旁的暗罗位又甚多 若要这消息只他一人知道 元杰是最好的人选 谁 谁 大概是封省 走吧 把秦纸烟又来 将其秦重 厉晨兰必定现身 他只要对我建新门出手 那就算是打破了江湖一贯的平静 那你就是说 他说是最好的人 他先把秦纸烟取 但我现在已经在秦纸烟 在书里面上 你真是把秦纸烟取 这个东西的着 到時由他開口 逼迫秦千賢獻出仙賢 應該不成什麼問題 待我得到秦千賢的喜 你就可以醒來了 待金獻重歸了 我宗門便能重現輝煌 我得希望了我們告訴直爺 我就說你這孩子回來的不是時候 給我 山主 先前殺賢獻們弟子之事 會不會引起他們的報復 柳苏若那寡妇到底想谋划些什么 老夫不知道 但是她既然来了 就必定求于老夫 我倒要看看她搞什么鬼 会不会 与建兰门主之事有关 我听说门主 前些日子去了江州城 此后还传唤了顾寒光给她看伤 看来伤得不轻啊 那是江五搞的事 与建兴门无关 建兴门的寡妇 想来还是要在秦志燕身上动手 至于立尘兰 老夫且看看 若她真是伤得很重的话 这门主的位置 你该换个人来做做了 二 三 四 八 女魔头 立尘兰都多少天没来看你了 你真的不去和她道歉吗 你们俩这次吵架 要吵到什么时候啊 怎么 你想立尘兰了 我说了 要道歉 你自己去 我又没惹着她 而且 你自己说那么重的话 你真的一点愧疚感都没有吗 是我昨日 没有叫你今日去我那儿换药 还是你故意 我 怎么会如此 你这身体 还真是不简单 李小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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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写封信先寄给他 阿妩 说句不好听的 在我看来 秦纸烟那不过是缓冰之计 他或许并不想 他想什么 我心里很清楚 我就喜欢他那股斗机灵的劲 你们俩说说 说这封信怎么写 才能显得我特别威武 特别厉害 然后又看得出我对小美人的欣赏 但又显得我特别不着急啊 写信太难了 比杀人难堕了 既然要写得隐晦些 不如抄几句诗给他吧 他们宗门女子不就喜欢这些吗 诗 来来来 你来写 你写我看看 林紫玉 老夫找门主有极事相认 你不想要写什么 门主正在闭关 已下令三日内不受理任何事宜 北山主还是改日再来 林紫玉 你三分两次阻拦老夫 老夫不跟你一般见识 此次我找门主确有急事 你若再敢阻拦 老夫就不客气了 暗罗未只听门主命令 我是奉命行事 外面在吵什么 若北山主执意强闯 吵着等你死了 吵怪我得不客气 你的伤 本来就因六合天一剑 有了闪电伤痕 如今 又多了一项黑气甚畜 你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你的伤 应该与这把万军剑有关 你要想多活些时日 就不要用此剑 安心寄养各把月 现在的时日都是偷来的 怎敢谈以后 再救他便多了几手 北山主有何急事 是 门主 属下最近打探得知 以剑心门为首的宗门 对五万路门似有谋划 什么谋划 具体的正在打探当中 这算什么急事 门主 最近属下得知 您因为秦志焉的事情 而负了伤 老夫十分忧虑 秦志焉乃是宗门的弟子 进入万路门之后 宗门动作不断 我怕是 无妨 宗门的事我自有罢空 秦志焉虽然以前是宗门之人 而今却是我的徒弟 此前的事不要再提了 这是我说的最后一遍 好 好 门主既然执意如此 便吧 属下告辞 你去忙吗 是 门主 还有何事 进来多事 还望门主 注意身体 嗯 山主您回来了 这是什么 是西山主送来的信件 关羽楼那边递来的 这个月还没到给药的时候 关羽楼来信所为何事 承蒙恩人多年相助 千禁万分感激 然今日仪杏林高手为我服卖 拜读恩人药方 所有见解两三 高手言 若他为此药方丈量 他或将药方中古今草检两前 女真子宗三前 或药效更佳 特此书信 将此建议告知恩公 望恩公斟酌一二 听什么江湖郎庄胡编乱造 山主 来 小美人给苏信来了 这小子还真来信啊 这小子哪个小子 新山江湖 你 你真打算刚才里应外合 打开看看 小美人多日不见 甚是想念 随父诗一首 撩表相思 乌云满天 细雨如枝 思念如电 滑破长天 他在说啥 大概是想你了 你看得懂你去回他 别给他透什么气啊 敷衍过去 哄他开心就行 哦 好 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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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信了回信了 什么 那隐士 回信了 薛傲听此江湖郎中胡言乱语 药方剂量也是最佳 不可更改 这么多年来送药去信 从来只字未语 如今回信 却是与虚宗门主隔空较量 想来 倒是个对自己医术 十分自信的人 那送信人还在外面 还回吗 我请那人再送回去 这封信便不回了 想来他也是一时心气 他写了这段话 如若回信 隐士派会嫌咱们多事 锅造了他 你先下去吧 是 剑字如人 看来定是个锋利如刃的人 是 我 是 了 人 是 人 是 这 你 是 她 是 人 人 是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妩 你看 小美人回信了 目写情词 不写诗 一方 这念什么呀 肃怕 肃怕寄心之 心之拿来颠倒看 横也思来 树也思 这什么意思啊 大概是让你放心 不会辜负你 没别的意思吧 应该 没别的吧 这么多字 就这一个意思 小美人 比我还未完啊 嗯 嘿 小美人 嘿嘿 嘿嘿嘿 嗯 哦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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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w 这个 这的 好 你好 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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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怕小美人 被我的魅力折服 最后投入到我的怀抱 然后你就用这种 卑劣的手段 从中作梗 你是不是怕小美人 最后他跟我好了 他不理你了 你吃醋生气 但又不敢跟他发火 然后就开始 给我写情诗了 再不然呀 你就是看上我了 我知道你现在想杀我 不过现在我是傀儡 杀了也白杀了 不如我们打个赌吧 不赌 力尘兰 你个死变态 是 山主 近日间线门那边 又派人来联系了 这是信件 这信上所说何事 说的是我的心事 宗门这帮狐狸 对了女魔头 你今天怎么会想着 跟我一起出来啊 昨天我去七指地查了账 这钱涨得也太慢了 所以我今天特地来监督你 看看你有没有好好给我干活 信心好 喂 有点吃的好 你们头 我每天辛辛苦苦 做牛做马的做好事 你怎么可以冤枉我 直言姑娘 直言姑娘又来了 你可真是菩萨心肠 风雨无阻啊 没有没有 我只看这两天 虽然白日暖了一些 但是到了夜晚的时候 还是冰凉彻苦 我就给你们多拿了一些衣物 四方寒的 不用谢我 不用谢我 你们只要记得 我是帮陆招摇做好事的就行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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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直言姑娘 谢谢 谢谢 这件给你 拿着啊 老奶奶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姐姐再见 姐姐再见 姐姐是要去那边是吗 我带你过去 好嘞 谢谢啊 我帮你 慢点啊 确实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 都快成帅安政的活菩萨了 要见北山主一面 可谓是相当不易 此前常遇圣主与北山主之间有所误会 我特来解释一番 此番愿与儿等联手 完全是为了扳倒立尘兰 你我之间只有利益 无关情义 下次如果再见面 也许还是你死我活 你们想要什么 只想要北山主 给秦子言带去一封信 秦子言本是我宗门之人 让他回到宗门 想必也是北山主的想法 而立尘兰如今对秦子言一往情深 若将他诱来我建新门 你们想在建新门杀了立尘兰 虽不敢妄言能斩杀立尘兰 但使其伤元气并不困 至于以后的事情便随北山主了 秦子言是不会去建新门的 这便是我等的事了 北山主只需待信即可 好 人杰怎么会来这卓尘典 不知道我们要不要将这件事禀报门主 暂时不必 可是卫长 是 阿妩 今天不给陈济山那人写信了 不写了 血也是落在那个死边太手里 我看那宗门女子和立尘兰的关系不简单 上次在陈庭山 她就是想离开 说什么交换情报 我看她就是故意框你的 确实 我也觉得那女子与立尘兰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她说的那般有敌意 她们似乎都在有意护着对方 甚至还有许多情意 我问你们俩意见了吗 阿妩 真的 那女子的话你还是不要相信得好 她们宗门的人 本就可以颠倒黑白满口胡言 费了活命什么话说不出啊 怎么对付那女子 我心里有数 你们俩跟我来 你这个事听起来可有趣了 只可惜我不做谁的女人 我只做我自己 阿妩 阿妩 你这次干什么 你也没得傀儡去找人 找什么人 那个宗门的女子吗 我想见她 而且一刻都不能当 您好 小葫芦 好吃的煙桃葫芦啊 咱来看一看 好吃的冰糖葫芦啊 干什么呀 冰糖葫芦 您好 这是给您的 你 你什么时候拿的 我怎么不知道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师叔 你啊 你要吃我给你买不就是了吗 送你的 冰糖葫芦啊 看一看啊 送我的 冰糖葫芦 嗯 好吃 小短毛 他怎么来了 嗯 的确是好吃啊 那是我的 小美人 说我还分你我吗 将我再顺安镇 是 好 报告门主 江湖在衰安镇出现 与芷言姑娘碰上了 这糖葫芦和你一样舔呀 哟 这小短毛还挺会撩啊 你喜欢的话 就都拿走吧 都拿走吧 我喜欢的可不止这串糖葫芦哦 嘿嘿 哎 小美人 你怎么今天这么怕我呀 是不是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了 我 我没有 我没有怕你啊 斗成这样还说我不怕你 当然瞎呀 来 跟我学 我不怕你啊 我只是觉得你英明神武 光是看着就神清气爽 吸你安稳 我 我不怕你啊 我只是觉得你英明神武 光是看着就神清气爽 吸你闻 吸你安稳 真这么想啊 我怎么觉得今天你怪怪的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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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